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是你认为很美好的菩萨邪 或者是我进校了 我教父父母了 我对朋友仗义了 所有所有的一切 那在这个苦海里边佛学告诉 首先你并没有其实真的帮到朋友 或者是什么 因为他们还在苦海里边 如果你不能从根本上把父母 或者是你的兄弟姊妹 你的亲朋好友 从轮回中解脱的话 这种帮助是杯水车型 因为你只是暂时的给予他 就是他渴了你给了他一杯水 但佛法是 你用了佛陀这么大的智慧来救度 就是你只给了一点点水 就是这不是一个大的彻底的救度 这是一个小小的帮助 是人间做慈善的人 不学佛也能给予的 那你现在学了佛的智慧了 你应该是把他们从轮回中救出来 这才是给予众生的帮助 首先是这一点 另外呢 你要去求的一个无上证的证据 那么你在这条求道的路上 因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都在诱惑你 诱惑你 那么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一定要去能够是 就是说障道的事你要放下 就是说开始的出离 只是出离障道的东西 就是说你认为这件事做了 对我的成道是没有帮助的 那么就砍掉 就像那个树枝要成长 俩别的小指丫要砍掉一样 你要懂得放下你 不能成道 就是说对你成道影响很大的这些事啊 这些习气啊欲望行为 你要懂得舍离 并不是说让你一开始就去离开去出家 不是这样 就是说假如今天这件事去喝酒 或者是去瓢去读 或者是做一些事 你认为这个 这个对我成道是没有帮助的 而我的生命是有限的 那我一辈子 可能我只有40年的学佛时间了 那成就时间 那如果我把时间 每天有三个小时浪费在这种 吃喝玩乐 去个瓢堵上 那我可能精神成道的时间更少了 是不是 就是开始舍离是 舍离自己不好的这种习气 还有无意义的行为 就是这就叫舍离 这就叫处理 就是说 因为你要发心成道了 那把所做的每件事 都会归到你的成道的证件上 就是说 成道为了 为了成道来去做的话 这就叫处理了 那成道为了什么呢 解脱 因为你现在不觉得困暴 所以你说 我为什么要解脱呢 我很幸福 但是这就是你要先了解 释迦牟尼佛在说什么 那你认为佛说这个世界是苦海 你觉得我不苦啊 我很幸福啊 我每天吃饱喝酒 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这个世界还是 比如说 父母恩重难报嘛 还有像 对你真的去爱一个人的话 他会愿意 在问妈妈 幸福不幸福 妈妈说幸福 还在拖着身子说 因为幸福不幸福 是她感受到的 她一辈子感受到的 你只是给了她物质层面 或者是一种孝顺 她幸福不幸福 要她自己去体验 去经历 那是她的事情 其实你只能是说 你只是个住员 说 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我给你帮 但是感受 那是她自己的事 她有她的命运 就是说 还有你佛子的孝识 来自于就是 渡她出楼被解脱的 就是说万一你妈妈 这一时 萨牙丝就掉到地狱了 或者掉到 如果你相信佛说 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是帮不到她嘛 是不是 你能做什么 那你不学佛 那你如果是没有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解脱 你那未来 或去来自于哪里 或走到哪里去生死 这些大的问题 一无所知 你怎么帮她呢 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从生到死亡 这两件事 俩头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从哪里来 又不知道死到哪里去 有没有或者是未来 会不会 未来会走到什么程度 一无所知 就中间这个过程 然后不断的去玩 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 去做一些事 认为自己 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完成了自己的一辈子 我觉得这个 就不管头 不管尾巴 这就是这样子 就说这几十年 也就八九十年 一百年 你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吗 很有成就感吗 或者是什么 也没说成就感到 这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 其实很多人去学佛 不是说我为什么学佛 是很多人为什么要成道 这是我们生命本来 就是最深 生命里面最深的渴求 有的人说我想获得一些宁静 或者我听说佛菩萨修行佛法以后 可以获得大自在 我也想要那些东西 也有说我要神通神变 为了这些东西 但最初实际上模拟佛的东西 真的是让我明了生命的真相 这个宇宙 就是说你活在幻境里 每一个人活在一些自我 自我倒置的幻境里 其实我们没有活在真实里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七亲六遇 所有的一切 制造了这个世界的假象 而我们活在假象里 佛只让你活尽真实 就是说懂得生命真实 世界本来的样子 生命本来的样子 本来的你是什么样的 而佛告诉你 本来的你是如来 本来的你是佛 就是说你那个最根本的 最最初的那个种子是佛 是如来 而我们现在变成了苹果树 梨树 变成了各种各样的 狗尾巴操 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像 生生世世不断的变 但是你一直忘记了 你的本源 约土上 所以我们永远不满足 永远在痛苦 永远在烦恼 是没有回归到本来的那个东西 你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什么 所以佛告诉你 你本来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是 本来就很圆满 就是说功德圆满 一切具足 本来就是 无所不能的 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活成了这么渺小 这么一点点事情 就能让我们伤心痛苦 就是真的是很脆弱的一个生命 但本来我们的万物本来源头是如来 可以活到那么伟大 生命可以活成那样 就是这样 就是说永远成熟 你那个种子 总有一天发芽 因为那是万物的源头 每个人 他其实在这个世界不断的追寻 不断的去索求 他永远不满足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寻找月头的东西 因为月头他是安详的 他是圆满的 月头他是没有恐惧的 月头就是一切圆满 所以很多你看西方的心理学说 一个人可能是想回到他妈妈肚子里 才能安心 他出来以后一直恐惧 一直彷徨迷茫 他就想回到妈妈肚子里 希望重新获得那种安逸和幸福 就是在肚子里的那种安逸 但是我觉得不是 这个不究竟 我觉得他要回到生命最初那个源头 就是如来的境界 只有回到那 那个时候你跟宇宙一切是合一的 没有分离的感觉 司空会消失你就不会死亡 因为司空消失以后呢 你就知道你不生不灭 因为没有生还得死呢 所以司空会消失 与宇宙会合一 没有分离没有死亡 这个时候就开始永恒了 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 然后他没有耶尔迪士尔生意 因为进入宇宙的最本元的时候 是无我的 那个时候他会体验到 圆满的永恒的幸福和快乐 自在 就像我是为什么去学佛 我也不是刚开始活得那么难 也很开心的 但是我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了解不了 宇宙里边有很多奥秘 身体啊身心有很多奥秘 比如情感思想 很多东西在变化莫测 你没有一个规律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他生生命命不断的变 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那个时候就开始探索 开始看西方的哲学的东西 后来开始看佛学 最后走进我会越来越觉得佛陀的伟大 那些佛上的那些东西 然后就开始修正 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自己想成佛 就这样 所有的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回归到自己的成道上 就是这样 没有那么高少 所成佛 就是做菩萨道 就是多高上的 或者多低上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选择 你觉得这个更有意义 其他的都在生命 都在生命 不管你拥有什么 今天有明天可能没有 不断的在生命 不断的在你 在希望的失望 希望失望 患到患世之间 生命之间 便宜之间 这个世界一切都这样 人有生老病死 没有一个人的逃脱 一切万事万我都在这样子 在这样一个便宜生命 不断的变化的 这样一个幻境的世界里面 你还很幸福吗 所以佛说是苦海 那么我们谈幸福是有的 不是说没有 暂时的角色而已 是吧 我感觉我今天很幸福 没问题啊 那由你学的 你觉得你很幸福 很幸福吧 没什么 就是在对这个苦海的 这个感知 这种体验 没那么深刻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学佛 没有不深刻 对感知不深刻的情况下 怎么去 能够去克服自己的欲望 喜气啊 能够拿出一些不能学 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触动 我们生不起那种处理 也生不起那种 如果是佛法来临的时候 或者佛陀的智慧 我们只能把它当一种理路去听 我们生不起夜里这个世界的心 我们生不起走出去的勇气 我们也站不起来去说成当时说我要何代如来佳佳佑 我去度众生 我觉得众生很苦 因为你都不苦 你觉得你有什么 你根本不了解三界六道的苦 我也看不切地狱恶鬼 所以我们没有福报学 这个轮回我还是相信的 而且就是说 这也是个切入吧 这个因为就是说 有些人通过不同的方式 有的人就是说 我喜欢 我就听见反悲 我喜欢我喜欢学 但是真的一碰到自我的利益的时候 如果没有很深地去了解释迦牟尼佛的东西 或者是很深地去触动自己的话 我们就放弃了佛 佛就跑到脑后了 欲望吸气的满足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大部分人学佛 但不能成佛的原因 就是学佛没有生活的原因 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那么苦 现在是和平时代 大家吃饱穿暖 有点鞋余时间 觉得成了学佛成了一个 有的就是修邪的装饰品 也就是 哎呀 我有时间的时候 业余学学佛 打打做修修禅 好像装饰蒙面一样很雅 所以你不看待 你不看待